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泰国 红色区域这里就是泰国 泰国位于东南亚 西林安达曼海 东南林泰国湾 路上邻国有四个 西侧邻国是缅甸 东侧邻国是老挝和柬埔寨 南侧邻国是马来西亚 泰国的首都在曼谷 泰国近年来经济发展比较快 除了旅游业发达以外 尤其以生产橡胶而出名 橡胶素原产于亚马逊平原 适合在进风、湿热 排水条件好的环境种植 如今泰国的天然橡胶产量 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种植区主要集中在泰国的南部 泰国制胶工艺先进 生产规模大 重视产品的质量 轮胎生产种类齐全 供应全球 泰国轮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强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制优 因为原料丰富 却品质好 工艺先进 生产水平高 第二个原因是价廉 因为产量大 有规模优势 再加上劳动力丰富 低价低 所以生产成本低 海域也比较便利 便于运输 第三个原因是 它生产的轮胎种类齐全 适应市场的需求 所以中国的多家海外轮胎厂 就落户泰国 以现代化的智能工厂为基础 发展绿色制造 产品多销往欧美 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泰国的优质天然橡胶原料 利用当地的土地 劳动力 运输成本低的优势 提高经济效益 规避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壁垒 积极发展国际市场 打造国际知名品牌 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所以这对中国和泰国都是互利双赢的 好的 今天对泰国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